大家好啊,我是小白 最近呢,哎呦 估计,就是我相信啊,你们也发现了 我最近录视频很乱 就是直播还好一点啊,因为直播本身就是一种 现场的即兴发挥,我即兴发挥的 水平还是可以的,就是 俗话说的好嘛,这个兜里揣腹牌嘛,得谁跟谁 来,哎,只要你敢跟我聊,哎,往来一坐,咱就聊 山南海北的什么话题我都能接得住,哎,所以说 一般直播我做的还是可以的,当然这两期录播 确实,嗯,说白了有点应付事了,大家应该能感觉到 包括说昨天直播,哎,是前天,对,应该算 前天了,前天直播的时候,然后呢 就是有朋友说,说白爷是嗓子这么哑了,我当时 也没给回,因为 不是什么有意义的话题,我觉得就没有必要 什么话都回啊,因为当时有很多想聊的东西 在直播当中想去跟大家分享的 所以就没把这些乱八糟的话呢 去跟大家去聊 今天呢,已经是周二了 明天又要直播了 对,其实你们知道我是习惯晚上录节目的 啊,比较静,而且呢,就是我晚上一般都是睡不着觉 这两天呢,也不知道怎么了 这回好,擦,倒不是他们睡不着觉了 那么一觉不醒了,我擦 昨天晚上本来原计划,我说给大家录一期夜话的 然后,我原来录夜话嘛,都是十点多钟 哎,朋友们知道的都是正点 可就怎么也就是没没有近日头了 就就是不下路,就是什么都不想干 就想睡觉,就想找嘴里躺一窝 哎,然后十点多这一窝呢 就窝的今天中午十一二点了 就是真的是最近 可能内分泌乱乱啊 反正确实不太舒服,身体确实不太舒服 也是正在调节,正在调节 哎,说白了我是真不想跟这待了 我现在是,哪怕说,咱不说润不润的吧 我也是想就说,嗯,一周两周的换 换一个生活的一个空间了 就是,呆反了,真呆反了,真心呆反了 因为我发现人啊,别的国家说不着人家 我今天重申一遍,人家有人说 你白眼,你为什么不骂别的国家 我为什么要骂别的国家呀 我没有生活在别的国家 我没有发言权啊 我只能聊我生活的这片土地的好与坏 对吧,我个人的感受 我个人是觉得好还是坏 对不对,所以说我只能去聊这个 我他妈住在这儿四十年 我他妈没去别的地儿去 对不对啊,我骂人泰国 我骂人基本的日本 我骂人美国,没有道理 对不对啊 现在说为什么特别烦呢 最近心情特别不好 我直播的时候也跟大家说了 我说 最近发生点事 对,不是我的事 倒不会说是 直接对我有什么影响 但是确实是我这人心比较重 就是心里有事吧 大道理都懂 对吧,咱们该活还得活 对吧,就甭说不是我的事 真是我的事,该活还得活 但是心里难受 这种难受的滋味 我怎么我也规避不了 我自己劝自己 劝不透 就是自己 就是情绪低落 那你怎么办 对不对啊 就是不舒服 心里不舒服 大概是什么情况呢 我今天也想跟大家说明一下 我今天这期节目呢 我觉得更偏向于人性的这块 所以我觉得可以加入我的人性多落系列里头 所以现在咱们今天呢 就是中午吧 对,今天周二的中午呢 吃完饭了 现在已经一点多钟了 给大家录一期人性的多落系列 好吧 一个小小的故事 不是我的故事 但是确实是真实发生在身边的故事 而且是目前近期正在发生的不幸 好 OK啊 闲话少说 我们准备正式开始啊 常看我节目的朋友 应该知道我打进去以后 对吧 我释放了以后这段时间 我从一月份出了以后 我第一个白爷夜话 不是白爷话 就是白爷说事的这个 恢复的复播的系列节目呢 就是普法 对吧 白爷的这个普法的小剧场 然后我是以每期每期不同形式的罪名 刑法的罪名 对吧 来给大家呈现了一下 我在里面碰到了形形色色的人 形形色色的 也就用咱们那帮话 人的话就是形形色色的罪犯 对吧 每个人发生的什么事情 大概是什么情况最后得到了什么惩罚 具体他们这些事情的这个原油原尾 发生的原因各方面 我都给大家呈现了一遍 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我说过曾经在里面有小孩 就是强子 对吧 我老说嘛 我说这个 我这个强哥牛逼嘛 对吧 人狠话不多嘛 小孩千禧年宝宝 2001年的孩子 家里头呢 等于是父母离异 对吧 我提过这件事 我说这个孩子呢 在看人所的这段时间呢 是我去 说白了我去养着他 对吧 因为为什么 没有人给他花钱打采买 就是你 你跟这 呃 积压 家里人根本就不知道 也不会管你的 就这么简单 如果在看人所这段时间 要是长时间的没有采买的话 这人就会 真的会 身体出问题的 你就有采买到最后 你想想我103公斤 我进去的 我出来还剩78公斤 对不对 何况也有小孩 又没有采买 对吧 那出来还 我说难听点 不得他们这 身体烙点疾病 你明白吧 所以我呢 就一直就说 我说小岛跟着我吃吧 对吧 我说你跟着我吃 完了呢 平常我吃的也不多 咱俩人云着点吃吧 所以我们俩一直 这九个半月 他是一直在跟着我吃 哎 当然孩子呢 也挺懂事的 小孩挺懂事的 之前 节目里也说过 一直对我不错 你知道包括每天呢 该吃饭的时候呢 盆摆上了 说老白蛋就是吃什么呀 我说拿根肠吧 拿个肘子 拿个猪脸什么的吧 哎 他以前呢 是学过厨 所以他的刀工 还是不错的 当然里面呢 是不能带刀的 所以呢 就会拿那个 财买卡 小卡片 就跟咱们信用卡似的 他每次吃饭 都是他给我去 去做一些料理 发挥一下他的厨艺 对吧 把肠啊 切成丁啊 把肘子也切成小片 有时候 哎 搁点什么榨菜 切成丁拌一拌 你要让我自己吃 我还是不带着他 我懒 我包开肠 我直接拿嘴咬 整根的我就错了 哎 所以说小孩呢 也是平常不错 而且在里面呢 人家说了 人家说老白 我不管什么事 只要有人欺负你 哎 你只要一动手 我肯定跟着上 咱们打得过 打不过 放在边 我肯定 不能让人欺负了你 因为在抗执所 打架是要汤链的 是要受到刑罚 是要受到这个 借据的这个惩罚的 其实轻易不要打 不好 但是小小咋的意思 说我不管汤链不汤链 反正有人要动你 我肯定要上 这孩子还是不错的 所以说出了以后呢 我也挺担心他的 我之前节目里也说过 我说他比我释放 晚 晚那个一个月 对 我是一月份释放 他是二月份 所以我释放的时候 我还特地从看伤所 带出了一套 比较厚的 绒衣绒裤 因为他的身高 跟我不一样 我的东西都穿不了 我带出了以后 就等着 二月份他释放 我去接他 我跟他说的清清楚楚 我说 因为他下奸了 我没下奸 我说 你不管到北京 哪个监狱 还是南的楼 还是团核 对 然后因为这会儿疫情 他们这种短 就是马上释放的 是不会前送回原籍的 直接从北京放就完了 暂时积压在北京监狱 我说 你一定 记住我的电话 出来之前 他们是允许给家里拨电话的 我说 你也别给家里打了 我说 你给我打 你打完我电话 告诉我 你具体 哪天 上午几点 下午几点 你给我说好了 我去接你去 我给他戴一身衣服 因为二月份天非常冷 你们大家知道 这种衣服穿完了以后 是不会要的 我穿的时候也扔了 你们懂吗 所以说 给他戴一身 号里的衣服 他出了以后 我先给他买一身 这身衣服就去 你妈批就扔了 我总不能 让他从他妈的监狱里 出来的时候 冻着出来 对吧 因为他的号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能先给他去买 当时想的很清楚 接完他 然后在北京待几天 我带他玩玩 买身衣服 再给他送回去 因为 释放票是可以当火车票的 不用买火车票 但是是有实现的 好像是一周之内吧 对 所以我这两天 有朋友问嗓子怎么了 就是我真的着急上火 着急上火的 而我又无能为力 这实话是说 我有自己 我的能力所限 具体什么事情呢 简单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突然有一天 就是中秋节 这孩子跟我说 白哥过节快乐 然后呢 我也是这段时间 很久没跟他联系了 他呢 释放那天呢 还是家里头 他的这个继父 找人给他接走了 这点呢 还是做的不错的 当然他不接的话 我也能去接下去啊 就是到最后呢 就是他没有给我 带来任何的麻烦 反正就直接 给接回东北了 这小孩呢 是住的住在东北 对 住在东北 他那地儿叫什么 我忘了 反正是挺偏僻的一地儿 辽宁 也挺偏僻的一个村 哎 然后从小父母离异 母亲呢 是内蒙人 所以他有两个名字 对 他有两个名字 他叫什么他妈的 那什么人啊 什么的 因为他给我发过 他母亲性命来了 我知道 他随着他母亲 都没人叫他 因为怎么 为什么在号里 我特别照顾他呢 有时候我逗他 还给他逗几个以后 我说交爸爸 哎 其实不是为了占他便宜 他妈 哎 他亲妈 84年生人 我他妈82了 对吧 其实按年龄来说 辈分来说 他叫生 干爹都没有问题的 但是 就是江湖无大小 对不对 我说你还是叫他哥 叫白哥 对 完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中秋节就是很长时间没见了吧 他给我发个信息 我一般正常都是回复一个同乐同乐 在家 一个互相的礼尚往来就完了 我就一看呦 我说小鸭呢 还想着我呢 我说赶紧给他回个信吧 我说麻烦你啊 最近好不好啊 岔也不来北京 对不对 等你啊 过来带你玩玩呢 刚才说不好 说好什么呀 说现在都快 烦透了 呦 我以为开玩笑 后来一听他语音说 生确实不太对 晚上呢 我当天晚上跟他 通了一个视频 哎 这通完视频以后 我他妈整个人都郁闷了 呃 你想想 从小 他母亲生的初很早啊 他2001的 他妈生的初才十几岁 那当然那个 草原也不讲 就这么多法律跟规矩啊 小孩呢 生完了以后呢 父母离婚了 就是 就是怎么说 他生父呢 他也他妈找不着了 实话实说 带着他跟他 这个等于他母亲呢 带着他跟他这个弟弟 他还有一个弟弟 俩人呢 一块就 就仨人呢 就一块嫁给了东北的一个 一个 算是农户啊 还是算什么 我不太清楚 就说嫁给那么一个人吧 最后呢 就等于这个男的 就成了他的继父了 后来他母亲跟这男的又离婚了 然后就走了 具体事呢 我没跟他一起聊 人家事不愿说 我不愿问 大概可能知道是他父亲 特别的喝完酒就打人 这点我是有所听闻 就是他之所以上北京来 也是因为他父母想老打的 就是他继父老打的 哎 所以他也真是待不下去了 其实也是待不下去了 对他呢 也对他们这个哥俩呢 也是爱管不管的 反正挺苦的孩子 实在说挺苦的 后来呢 不是 不好意思啊 大家嗓子确实不舒服 后来呢 不是因为说 嗯 之前有那么一帮 就是家里穷的孩子呢 然后呢 会去呢 以自己的名义啊 申请很多张信用卡 各个行申请信用卡 因为最早信用卡申请呢 也不是很麻烦 而且呢 一个行还能申请多张 不像现在一个身份证 只能申请一张 对吧 原来是申请的很方便 哎 那会呢 就是很多的这个电信诈骗的 违法犯罪分子 为了收一些这个 嗯 信用卡来作为 嗯 电信诈骗用的一个转账工具 但又不能使自己的身份信息 去申请 所以呢 就是会花钱大量的去收 这种卡 哎 所以很多没有钱的孩子呢 就是小孩 尤其小孩偏多 就会呢去申请卡去卖卡 一张卡就是三五百块钱 哎 有的便宜的一百多块钱 一百五啊 二百多三百块钱 哎 然后呢 最后呢 等于收 你想一般都是三百块钱左右收 你要申请五张呢 就是一千五 一千五对于一个农村的小孩 辽宁农村的小孩的话 一个月的生活费没问题 所以说他呢 也是这么做的 弄了一堆信用卡 卖给了所谓的这帮人 当然这帮人不说自己是诈骗分子 人家就说 我就收卡 一张卡呀 一百五啊 两百啊 两百五啊 三百的 哎 收完了以后呢 把钱给了他了 但是利用这些卡呢 去作为这个诈骗犯罪的一个转账工具 到最后呢 出了事了 哎 连带责任会把这些卖卡的孩子查到的 只要够年龄 一并弄到看守所 拘留起来 最后判刑 看可是判多少 哎 这个是没跑的 所以他也是走了这条道 所以才跟我关在一起 而且具体的事呢 我也跟大家说过 这小鸭呢 不仅把卡卖了 鸭突然有一天发现 他这几张卖的信用卡里头有钱 因为他他们居然保定了手机银行 有提示 马上把这钱给取出来了 这样等于他就是取出来诈骗集团 诈骗来的赃款 他还给花了 所以才给他定罪 定了一年四 一年二 他跟我一样 他比我晚罪一年二 十四个月 比较严 如果他没有把这钱取出来的话 他应该只是协助诈骗卖卡的话 拘留个三十七天 最多九十七天也放了 他不至于给判这么一年多行 所以这事也是他自己他妈悠悠自取 这钱你能花吗 我操的了 你这属于黑石黑 你他们从诈骗团伙里的钱你往外诈骗 我操 你也挺牛逼的 要不那会我们老斗 他们说 这个我们强哥也要跟着强哥混 人很话不多 我操 把诈骗集团给他妈的给诈骗了 我说报警的人 是不是他们诈骗集团报的警 你还能操 行了 这个调节价气氛 咱们继续聊 为什么说是人性堕落呢 就是 他母亲生前啊 这么聊也行 就这么聊吧 他母亲啊 就是 他那天跟我聊 他说特别不好 为什么 说他母亲去世了 我操 我说真的假的 84年生人 38岁 正是壮年的时候 我不至于吧 那某人身体素质也好啊 给我发过一个死亡证明来 应该是 上礼拜的事 上礼拜他母亲突然 心肌梗去世了 平常在的时候呢 就每个月还能给他跟他弟打点钱 就接济一下他们 因为他释放了以后呢 也确实找不着工作 之前我在微信也推过他 我说我一个小兄弟 对吧 在辽宁附近 哪哪哪 卖羊肉串 如果住在那边呢 可以过去蓬蓬厂 上他摊上呢 吃点喝点去 因为他回到老家以后呢 自己呢 就想办法赚钱 批点杂起来 那一早批点牛肉去 牛羊肉 就是这个 去那市场 然后自己穿成串 晚上呢 去卖 哎 我也挺辛苦的孩子 因为 工作确实不好找 你们想想他 今年才 21岁 而且呢 确实有这种 劣迹 像我们 就说被释放的人 有行居 行事处理 劣迹的人 连送餐都不要 真的挺难的 他也没学历 也没有什么能力 就是干过一厨子 对吧 也就是这个 因为现在有这 劣迹谁要他呀 而且现在 疫情餐饮这块 弄得很不景气 尤其是东北 这个农村当地 你们知道吗 相当的不景气 所以真的是没钱 完了呢 他们家母亲 就是他妈的 还能 嗯 就是照顾照顾 她时不时 给打点钱 可是突然 他母亲这心 心梗一趋势 一下这经济来源 就断掉了 他肌肤 就甭说了 这么多年 都不怎么管 他们 谁给你钱呀 对不对 现在呢 现在有一个 最大的问题 他跟我说是 他最近非常烦的问题 就是他母亲 在活着的时候 在生前上过一份 意外 人身意外险 是他们那边的 一个某保险公司 当地的 找他母亲 还说您可以 推销吗 上一份这个 意外险什么的 还就真 他妈巧了 也不知道他母亲 有先见之明 还是怎么着 鬼使神差的 就把这意外险给上了 也有人问我 您上意外险吗 我说不上 我说你还别盼着我死了 我身体挺好的 但人生啊 就是这样 你不知道明天 跟意外哪个新来临 他母亲呢 就是属于意外 先来临了 去世了 新极港 突然病发去世了 他作为他母亲的 这个 唯一的 这个 这个 就是儿子嘛 对吧 就属于这大儿子嘛 他就 发现了这张保单 就拿这张保单呢 去这个 保险公司呢 去了解情况 看看能否理赔 到这儿呢 我就真的 我也不想大声骂了 我嗓子也不舒服 大家应该知道咱们国家狗逼都能给做成狗逼 保险业在欧美国家可能是一正经的行业 人家会按照你客户的需求咨询来给您挑选合适你的嫌种 看看您的收入 咱上多高的怎么选 会依据您的情况给您定制 人家并不是为了一味的卖给您高额的保险 争取这个保险金 人家是看您的需求 您没钱 但您需要这个我帮您找低档的 有划算的您上这合适的 您有钱那咱上高档的 有豪华的 对不对 就跟坐飞机有经济舱 跟你妈逼商务舱 对吧 头等舱舱的 对不对 可是到完了中国 中国就不是了 一到咱中国就只要能多挣钱 你妈逼 爹妈都能坑 对吧 保险 传销 那会儿到中国 对吧 走成了说人人 接怕的行业 一说就是 卧槽 谁谁谁家孩子干保险呢 躲下远点 这村子不是好东西 呀肯定杀熟 坑身边的人 对不对 这不能来大家呀 因为他们就是这么干的呀 你妈逼的 八干的打不着 亲戚很常人不联系同学呀 找你 告诉我先做保险呢 劝你上保险 而且哪个额度高压 让你上哪个 他不是为了让你需求 哪个 你需要哪个 只要你花的钱 上了保险柜 他挣的提成就多 对不对 对吗 所以完全是 咱们咱国家自己 把这行业所抽了 赖不着别人 这么多年过去了 唉 依然是这个嘲笑 对吧 我这兄弟拿这个意外险单 去到人保险公司 人家找了一大堆的理由 条款 告诉说你母亲的这心梗 突然去世 不符合我们意外保险的理赔 后来我一问 我说他这保险金如果全额赔的话 能赔多少钱 我还真以为是你妈币多大的险呢 能赔个他妈的几十万块钱呢 够这哥俩活一段时间呢 到最后一问啊 就算保险公司不推脱这些责任 全额理赔这人心人意外险 他们哥俩才能拿到四万人民币 你妈啦 逼啊 就现在二零二二年四万块钱 人币你能活多少钱呀 你放在东北消费再低 一个人光吃喝一个月两千块钱 他跟他弟弟小点就算 俩人一块一个月三千块钱 一年也就四万而已 你也就是给人一年的饭费而已 一个人大活人死了 就没了 上了你的保险 就给人一年的饭费 还是按一个月 平均一人一千五的标准 你觉得多吗 你妈比你们公司怎么这操价 哥们哥们说 说赔不了 我现在只能给您上报 上报完了以后呢 能不能批下来不好说 能批多少了也不好说 就算能批了也不会说四万 全赔给您 可能赔您个一万五万两万 哎 这个那哥的 哎呦 说那上报多长时间能下来信 就消息到底能不能赔 赔多少钱呀 哎 说那这个事呢 您等着吧 应该回信在一年左右 也就是说 现在给你上报公司 一年以后才能得知 能否拿到钱 还拿不到四万块钱 一年以后 没准拿一万块钱 五千块钱 一万五 也没准你妈逼告诉你 你这不符合条件 一分拿不着 我就说你妈 咱国家是保险公司 你妈怎么这 哎呦 其实也别说保险公司了 哪个企业不这个草 就你妈逼你说中国的企业 哪个不这样 真的真的真的 我都心灰意了 我真不想在这个 这国家待着了 一点人情味没有 真的 所以给我给他加的 人性的堕落里头 我都觉得 侮辱了我的戏脸 你妈逼他们俩有人性吗 他们配当人吗 他们对得起一瓶一纳吗 哎 操 后来我也听这事 我说得了 我说兄弟 我说我 我真的 我当时听完 我就特别想去接击他一下 但是你们大家知道 我平台的钱取不出来 我取出来以后 我二话不说 我给他两万块钱 对不对 我平台的钱取不出来 我现在一个月 三斤九百块钱吃着 我也 说才听点 我在北京 我这生活 我四十岁的人了 我也是穷逼一个 我现在他妈账上 还趴着一万多块钱的 那个信用卡的账没还呢 我分期 对吧 日子得过 对吧 我是一直坚信说 我的日子会越过越好 对吧 而且说 现在呢 我在等这封P码的信 这个分P码的信到了 我立马 我这个最起码 这个账号里的五千块钱 拿出来了 加上我这三千九 将近九千块钱 我能先把信用卡钱还上吧 而且我每个月都能将近一万块钱 基本上跟我在北京的消费水平 起平 最起码我不欠钱 还能约约给我妈点钱 对不对 原来一直给着 就因为这次出来没钱了 也没怎么给 现在只是我就是默默的 像我妈的花费啊 就手机的花费 像电费啊 煤气啊 水费啊 这收拾费 我都偷着 就是自己主动的就用手机交了 原来我进去的时候 我妈都得上银行 她现在也不交了 她也不用管了 也没人催着 原来有人催着打电话 我就都给交了就行了 因为原来月月一个月 还给家里一千五两千的 现在也没钱了 那我就自己默默的 把这点钱交了吧 对吧 我觉得这个也是应该的 没什么毛病 完了 我这一听这事 我当时心里想 我说你妈逼的怎么弄啊 这按道理有钱 我肯定什么都不说了 我回家我就琢磨了琢磨 当天晚上挺晚的了 我直接从我的这个信用卡里头 又取现出五千块钱人民币了 直接就转账给我的兄弟了 他挺不老人的 他说他哥干嘛 什么意思 哥哥 说您这个弄的都挺不好意思的了 我说嗨 我说你什么也别说啊 我说我怎么也比你宽裕 我因为他他一直给我打电话 联系过我 他说你现在干嘛呢 我说我在做节目 我也跟他抱怨过 我的钱取不出来 他说你钱取不出来 我知道 我说嗨 我说不是早晚能取出来吗 对不对 所以这东西背着抱着一边沉 知道吗 先拿着 先拿着啊 我说等以后你发财了 再说 我也不求你还我钱 早晚我会上东北找你玩去的 对不对 我找你玩去的 我那吃穿住乱八糟的一条龙 你抱了行不行 他说那没问题 白哥这事肯定没问题 我说那就行了 先拿着花 别躁 知道吗 跟你弟弟咱就是平常吃喝 正常的吃喝用 别去外面瞎逼花去 别去啊 你要那样的话 钱肯定不够 先拿着花就完了 哎 小人说行吧 哎 这事呢 就搞一段落 完了我呢 后来一琢磨这事呢 我又给他打过电话去 我说你把你母亲 姓名乱八糟的具体 当时在哪保险公司上的这个写 具体的联系人 各方面的电话 办公司联系人 什么的 你把这些详细资料 编辑一份 你给我发过来 我说这事我帮你看看 能不能办 我说你们东北有12345吗 他说有 也能打 也有市政府 这非紧急的这个救助折线 我说但不知道 跟北京一样不一样 跟全国一样不一样 我说你甭管一样不一样 我说你打了吗 他说打了 也在投诉 也在说解决这个问题 哎 我说你把这东西给我 我说我再给你打一打 因为我呢 在北京打12345 跟你打 在东北打肯定不一样 而且呢 我说几实话 我宾记会说 这事我帮你呢 去抓住几个重点问题 去深考一下 看看能不能促使你这个 意外 意外闲的理赔 能顺利拿到手 能提早拿到手 对吧 好不好 哎 他说行行行 这两天正在给我备资料 然后我说这个呢 我帮你吧 这个我尽力吧 看看能有多大力 就有多大力吧 朋友们 其实这个问题啊 这个事啊 很简单 对吧 大家看见了 就是这么一个小情况 我是怎么考虑的呢 5000块钱 对于我来说 无非就是1万块钱账 变1万5了 我慢慢还 我也死不了 我不会为1万5000块钱 给拖死 对不对 哎 但是这5000块钱 我为什么要去 给兄弟转过去呢 这5000块钱 对于我来说 可能就是多点账而已 我慢慢还 对吧 我没事 操 但是这5000块钱 对于这两个孩子来说 可能就是 两个月的生活费 啊 他只跟我说 他说他妈的 最近他妈的 挨个的蹭他们这些 就是 同学 朋友的这个 饭去 说没办法 说给录了一段视频 说你看 这是我一兄弟 这不是现在请我吃饭呢 我们现在在外在这吃 吃口炒饭什么的 干什么没辙 说真没辙 我说真是有一点折都不带说 真的都不带说白事 我还说的 都觉得都丢脸 我说得了得了兄弟 啊 我说呢 钱怎么着 先咱们就什么事 没有过不去的浑山 对吧 咱们别对生活失去信心 我说但是我得跟你说明白了 对吧 呃 这个钱 是救急 不救穷 他不能让你一辈子就指着这种去活 对不对 我说呢 你呢 我给你想了想 如果你实在找不着工作 现在疫情也不好找工作 你可以呢 我教你招 跟我一块做自媒体 你录一些视频 你不是叫强子吗 你就是强子带你游东北 你就在你们老家各地的一些呢 就是呃 旅游景点啊 一些小吃啊 美食你就拿个手机 我说你就拍八八分钟以上就行 八到十五分钟就没问题 就平台就会获利 就会有广告 我说你就拍 你拍这个小段子呢 回头呢 在你开新号 没开起来之前 我允许你的这个节目啊 我可以在我的平台上 在我的号上发你的节目 你的这个节目在我号上发完了以后呢 得到的所有收益 我一分不要全给你 等你的小 等你的号 平台号建起来 激活了 可以拍的时候 你从你的号直接发 你就别在我号上再发了 我呢 也可以跟我的粉丝朋友们呢 哎 去推一下你号 这样帮你去 把号养起来 就跟当初东哥跟兰斯推我号是一样的 我说这个哥哥帮帮你 没有问题 知道吧 因为咱们得往长远看 不能说就给你五千块钱 给你一万块钱 又能怎么样 他终有花完那一天 咱得找一些长远的道 能让你有个生财 生存之道 他说是哥 说我看看 我就怕我没这能力 我这嘴不行 我说你试试吧 他说行 看看吧 行就行 不行 我还是找一个工作 踏实干工作吧 我说这个随你 但是我只是给你一个建议 因为咱们就是服刑人员 咱们有一个这个污点 咱们是不好找工作的 对吧 他说是 所以说我只是给你这么一个做自媒体的一个建议 因为这个不影响任何东西 知道吧 只要你能说 只要你能聊 只要你能找到大家爱看的素材 能发上去 那你就是能挣钱 就这么简单 所以呢 今天呢 我其实挺不愿开这口的 我也是一个特要脸的人 得了为了兄弟我 我他妈的把这脸面收一收吧 今天大家看见了吗 我这个二维码跟平常不一样了 这是我小号的二维码 如果呢 这话撂在这儿 就是大家有 有这份心呢 也有这份闲钱 多多少少是个心意呢 愿意给墙子呢 募捐点了 就捐点 一块钱 不嫌少 你一百块钱 我也不嫌多 这实话实说啊 完了呢 如果大家给我这个小号微信号去转账的话呢 一定要标明 是资助这个墙子的 这个一个就是捐款 我会把这个钱原封不动的 转给墙子 因为呢 平常大家给我打赏的时候也有 通过我那个大号的二维码 通过我的支付宝 或者直接给我转红包 转红包的呢 还好 我们俩能对人话 我最起码知道是什么钱 是这个给我转的打赏钱啊 怎么怎么着啊 就是喜欢我也好 怎么怎么样 但是这次呢 必须得分清楚了 因为呢 我是要 我不能动用人家这个钱 你们能明白吧 大家就是 如果真的是大家给墙子募捐的一些捐款 一定要 如果是二维码扫过来的 一定要标明 对吧 说小白 这是墙子的钱捐款 我会把这钱原封不动的给他 大家一定要标明嘛 要不然我分不清楚是给我 还是给他的 对 这段时间呢 如果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们呢 喜欢我的呢 想给我打钱的呢 你们就不用给我打了 你们直接就打在这个号里头 我会转给墙子 他们东北消费不高 我问他了 我说你们一个月挑费多少 吃喝 他说基本上两千块钱就够 他跟他弟的话呢 咱别按四千算了 对吧 他弟岁小咱三千算 对吧 我给他转了五千块钱 最起码这一个多月 他先踏实下来了 对吧 回头再去 给他找工作吧 这东西 孩儿这句话 咱们再怎么给他募捐 也是救急 不救穷 对不对 也是因为他母亲 不是近期去世吗 这段时间呢 也是心情也不好 也没有心情去工作 咱们就是走 因为是先帮着他 把这个 最难的这段时间 扛过去吧 行了 今天就到这了 我真是其实不好意思 开这口 大家也别 别玩命啊 咱们孩儿那句话 救急不救穷 咱别去 对吧 咱就是个心意 好吧 如果有这份心意的话呢 也有这份闲钱 咱就是这份心意 OK 我这提前 提强子 谢谢大家了 谢谢大家 好了 今天呢 咱们这个 人性的堕落系列的一个 小节目呢 就到这了 虽然我不太想录这个节目 但是我觉得也挺有标志性的 就是咱们中国的保险业的这帮人 对吧 咱们就事论事的话 谈不上人性 真的他们呀呢 不配做人 就这么简单 而且这个行业 据我所知 在欧美国家弄的挺好的 我不知道怎么什么东西 到咱国家 全奔钱 只要掉到前眼里 理了什么基本 人性 道德底下 什么都没有了 能挣钱 就是成功人士 操你妈的 这个避地儿 真不能呆了 真的 我必须得尽快走 我哪怕不走 我也要出去旅游 就我真待不下去了 真待不下去了 今儿就到这了 朋友们 咱们明天 明天直播再见 咱们明天见